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今天是10月22号礼拜五 那今天的节目重点呢 我们就来回顾这一个礼拜 我跟你讲的一些操作技巧 当然包含了下周 甚至是到第四季 你应该怎么样 太患流强轮动你的股票 因为今天星期五嘛 俗称的开玩笑称的周五做空日 其实今天你虽然你会以为说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0.77点跌一点 你以为今天的盘不好操作 但是我说对我们而言 其实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困境 这个地方对我们而言 选股买进买卖的点位 对我而言其实都是一目了然 前面我有这样子跟你分析过 因为现在市场上面 有很多的分析师 新闻报章杂志 都往空方看 他会讲这件事情 目前为止 长期债券怎么样 值率率一直往上攀升 这件事情前几天 我有这样子跟你讲过 我说 现在全球在流行一件事情 叫做与病毒与疫情共存 那我们在金融界 我们也讲一句话 叫做与通货膨胀并存 我是不是讲 就算你不是你的 你的身份可能不像我们这样 每天盯着盘 我们是黏着盘比较近 每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一睁开眼睛 其实我不是看八卦消息 我是先看一下昨天的美股 当然我的工作 平常就是在操盘是代会员 所以我们年盘 年得比较近 但是投资人你未必 但是我想你一定听过一句话 叫做现在是通货膨胀的世代 好 讲通货膨胀 你应该怎么应对 第一个 通货膨胀会造成债券殖利率攀升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认为说 政府的手段就是升息 所以大家就抛售债券 债券殖利率攀升 前面我有跟你说过 长期殖利率攀升 是不是代表着盘式大盘 全部全方位走空 当然不是 反而相反 如果长期债券殖利率 微微的攀升 对电子股是有利的 我说不幸的话 你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台股有一个温温的大多头时代 叫做2016年到2019年 你自己看一下加权指数的线图 做一下功课 你应该也知道 由台积电代理 那个时候长期债券的殖利率 在3%以上都有 现在不过就1.7% 但是我也跟你讲 第一个还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有些人不是要这些长期公债 他是去买一些高风险债券 为什么要买高风险债券 因为现在新兴电子产业 在这个世代是非常夯的 所以前面我有跟你讲 长期贷券殖利率看行情 其实我反而是看好新的电子产业 前面我有跟你解释过 什么叫新式的电子产业 好这段期间我想投资人应该很清楚 现在抗通膨的商品 这两年已经不是黄金了 甚至到第三季第四季 不是钢铁 不是原物料 因为到今天为止 还有人在这样子分析跟你说 哎哟现在的通货膨胀 我们也承认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 但是你选的股票是不是航运跟钢铁 答案绝对不是 我跟你讲现在的避险货币 避险商品叫做加密货币 那我说我的图卡里面 同时都会放上 比特币跟以太币两种币 跟你做比较 昨天的节目 我有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跟你解释为什么 我说你可能会不相信第一件事情 按照过去教科书不是告诉你吗 避险商品不是钢铁 不是航运吗 不是传产吗 我跟你讲这样的分析大错特错 如果是加密货币 这件事情我们再强调一次 我今天就验证给你看 那我昨天的节目 其实我当然也有把我们的一些内容 整合在我的社群平台 像是LINE或者是Telegram 其实都有做一个统整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还没有扫描的 赶快先扫描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昨天我讲什么 第一个 我说加密货币概念股 第一件事情 市场上面讲的资讯 9乘9都是错的 什么叫错 我们先要澄清一件事情 市场上面有些人说 比特币概念股 那不就是显卡相关族群吗 这件事情是第一个错误的资讯 因为现在挖比特币 不是用显卡 是用ASIC 特制晶片 所以不是显卡 投资人你要先搞 搞清楚这件事情 好 ASIC是哪些相关概念股 是资源 是创意 是世心 回过头来 回到源头去推 抗通膨概念股 现在的价值是什么 是算力 所以前面 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讲 10月初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说 你不要再去追航运了 我苦口婆心 希望你可以换股 我甚至抖大的标题 给你说 给你两档股票 一指援二汉壘 它绝对会比航运强 是不是完整的解释 这件事情 为什么 当然我后面补了一句 我说也不代表说 既然不是显卡 所以显卡没有行情 其实也未必 因为今天礼拜五 如果你去看美国市场 是不是有第二档 比特币ETF 中文翻成女武神基金 女武神基金要推出 第二档比特币ETF 那显卡不是没有行情 因为我说 我看的是未来 我衷心期望 未来不是只有比特币ETF 而是有加密货币ETF 什么意思 就是我希望加密货币 几个货币组合成一个ETF 让它上市 这个我认为 未来我想投资的 应该是可以想象的到 这样的ETF 未来一定会有 好 所以我说我们直接来验证 为什么 我可以确认 现在跟通货膨胀 如果你要抗通膨 不是去做原物料 那些讲原物料的 都错了 前面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验证 我们代会员嘛 实物上前面的叫分析 实物上10月5号的时候 103块 3035 买进智元 占总资金五分之一 如果你有五百万 你就放一百万进去 按照我们的讯息去做操作 一定让你赚钱 所以我们交代完了 所以前面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讲 有些人会以为说奇怪 通货膨胀正在发生 为什么传产都没行情 那些是旧的分析师 我认为其实慢慢的应该要被 时代淘汰了 你这样做是在害会员 讲说什么抗通膨是传产 大错特错的分析 所以我们完整的跟你讲嘛 智元 创意 市新 就是我在9月中的时候 曾经有给过你一个策略 我是不是告诉你 有一些股票 如果通膨 可能会稍微压抑一下盘市 但是有一些个股 为什么会逆市涨 我这份表 统计出来的是筹码 但是我们都筛选过基本面 所以3443的创意 3661的市新 为什么在上面 为什么我们带会员怎么样 进场去买进3035的智元 答案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持续验证啊 3035今天怎么样 再收一根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现在通膨3443 来继续验证啊 今天为什么上涨7.51% 为什么走了一个超级大多头 今天再喷出 为什么不是传产 就是我前面跟你分析的这件事情 3661的市新 今天怎么样 昨天就已经创高了嘛 那今天稍微沉闷了一点 只上涨1.32% 你打开线图一看 超级大多头 什么原因 因为现在是通货膨胀的世代 用我们的这一套 基本面分析才是对的 但是我在社群平台 也不是在这个地方 每天跟你吹嘘说 你看我手上有这些股票 因为现在怎么样 3035的资源 现在叫你买 今天叫你买 其实也买不太到了嘛 现在叫你上车 我认为是在害你 这不是一个好的交易习惯 所以我说 拉回等买点 拉回等买点 不是这样子讲完就算了 前面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说 昨天啊 我说你要关注几个重点族群 我上面写了嘛 几个族群是重点 加密货币概念股 比特币以太币 还有呢 接下来第一个 所以我在后面复述了嘛 显卡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投机 只是不是看到比特币涨 就随便乱选股 你要按照我们的分析 我们的讯息进场才有钱赚 再来往下看 因为这个族群已经涨高了嘛 资源已经涨高了嘛 当然是要给这些观众朋友 一点好康嘛 给你一点好康 所以我说我们也关注一个 已经全波段修正的族群 昨天的节目 我后半段就在跟你讲mini LED 当然我们直接公开我们的标的嘛 我们带特别会员买进聚积这一档股票 因为今天聚积怎么样 也是恭喜啊 今天聚积这档股票 也是涨停板 所以前面我们先交代一下 所以现在如果你手上有资源的 这个地方 你这个礼拜你的工作 其实非常轻松 就是慢慢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因为你看 我们进场的时间点 是在10月5号嘛 买的价格在103 我现在103 昨天都已经到151了 目前为止获利超过50% 你会不会捨不得慢慢调节 不会 你卖得很开心 你一天 我说你有500万的话 你就放100万进去 你有10张 你一天卖个2张 这就是你这个礼拜的工作 有没有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开心 有 因为我操作 我没有叫你追高 我是叫你注意 如果这个族群 你错过了 如果你过去以为说 通货膨胀 所以我可以做航运 前面我跟你讲 不对嘛 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分析 我说 因为通货膨胀 油价一定会上涨 油价会上涨 你如果是航运的大老板 你怎么样看3年5年之后 你的公司 你一定是想说 现在航运还有人气 你做什么动作 你拼命的先调节 你手上的持股 也不会调节到0 因为按照法规 这些内部人大股东 还是有基本的持股 但是从第三季开始以来 因为通膨 所以长荣 望海 阳明 航运 三雄怎么样 大股东持有率 全部都是往下掉 这是我从第三季 就开始跟你讲的事情 问题不在基本面 也不在技术面 在筹码面 我们今天不是打落水狗 因为前段期间 我甚至还跟投资人讲 对不对 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讲 航运还在半山腰 前面我们是往空方操作 往空方操作 其实投资人听了不开心 因为好像在串你的股票 所以我说 今天我们不在打落水狗 你自己很清楚 航运有没有行情 你应该要醒了 苦口婆心 希望你好 甚至希望你好 不是单纯的只是在说 你的股票很差 你的股票很差 我甚至把我们的标的 都开成布公给你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前面我们做空航运 那我想 我们昨天还有跟你讲一个族群 我知道这个族群 市场上面 因为今天涨停板 3527的聚集 今天涨停板 那今天只要涨停板 市场上面你就会突然冒出来 很多人突然说他有 那我说我们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投资人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 去看一些 你去搜寻YouTube 看我10月21号 节目的后半段讲什么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段VCR 是昨天节目的截录 投资朋友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来导播我们放VCR 如果你看我的测标 看得很仔细的话 你就会发现 老师你的测标 怎么现在没有推荐车用相关概念股 因为车用相关概念股 阶段的获利目标 我们达成了 这个地方 如果现在有人跟你要讲说 车用多好多好 我认为他是慢了我们好几拍 因为到今天为止 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有一些相关族群 从低档发动的这个族群 反而是我们下一轮 因为我跟你讲 大盘目前为止 在做一个类股轮动的动作 所以现在你应该要往下一个族群来迈进 所以我们今天刚好交代一下 因为我说我在我的社群平台 其实追踪了三档股票 档数不用多 汉磊 智源 还有另外一档4927的泰鼎 因为切入车用PCB 前面限电的时候我跟你说 他的厂在泰国 所以基本上 对他而言基本上根本就没有影响 今天我们也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在我们的讯息是这样写的 4927泰鼎 这一段先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卖的价格 直接公开清清楚楚 79块钱附近 获利卖出 获利有没有到非常多 这档还好 因为这一档比较温吞一点 但是获利也有15%以上 怎么卖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 节目上要告诉 投资朋友的事情 第一个 你买股票 绝对不要追高 如果到今天 还有人在跟你讲 车用相关族群 你要小心 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心态 第一个 前面我跟你说 他是区间 低点在65 高点在72 所以做一个同等波段的 第一段涨幅满足点 刚好就在79块 当然有一些辅助指标 例如说KD死亡交叉 还有前面我们介绍过的AD进出货限 当然参数我们有稍微修改了一下 发生一个背离的动作 刚好因为他切入车用相关族群 我们把它当车用操作 所以今天 我们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我们代会员就是这样子 有进有出 那我们今天进场哪一个族群 我说有一个隐藏类骨 直接来看讯息 今天10月21号 9.09分的时候 我们挂价194.5 买进3527聚机 原来是mini LED 我们买进的价格好不好 漂不漂亮 3527 为什么我们现在考虑进去 因为他有经历过一个 良好的全波段修正 你买股票 今天我们花时间跟你讲 基本面 技术面同样重要 没有经过修正的股票 我们不会要 不是天天叫你去追高 买的好不好 我们买在194.5 9.40分才194.5 才穿价最低到194 最后收200.5 一张现赚6块 好我们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看完了大约2分钟的VCR 现在我们回来继续对讯息 首先我们要先交代一件事情 昨天我是不是请投资人 如果你手上有车用的 大赚钱嘛 你不用舍不得 先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所以昨天我们写了这个长文章嘛 因为你可能以为说 昨天是开高走低 我在我的社群平台也分析说 这不是单纯的开高走低 而是大盘走了异位 就是市场上面 在做换族群的动作 车用相关族群慢慢开始涨不动了 所以昨天是不是有人还在跟你讲说 我认为车用很好啊 对不对 是不是有跟你说过 导线加顺德很好啊 今天他一定突然跟你讲一定改口 我们先卖 我们先卖 对不对 5425一定有人昨天跟你讲 说你看他好棒喔 对不对 台办多厉害 可以往多方操作 今天呢 他一定突然改口说 没有啦没有啦 我们先卖一趟 你今天看我的VCR 应该知道我们的节目不一样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预告在前面 甚至我会告诉你说 你把车用相关族群 做一个初清 你应该去布局mini LED 刚刚你看到VCR啦 我们是不是有这一封讯息 10月21号9点09分 挂194.5 买进3527的聚机 好 昨天我跟你说 我们挂这个点位 直到9点40分 才来到194 所以我们挂194.5 有没有问题 一定穿价成交 9点40 我也希望挂在一个绝佳的点位 基本上是完美的操作了 后面最低价格来到194 我们挂194.5 昨天呢 这个是10月21号 是不是最后收盘收200.5 一张你就现赚6块钱 我们来对一下今天的讯息 我说你看讯息 第一个 看我名字后面放的这个括号 就知道是哪一个等级的会员 如果没有写 因为现在市场上面有人秀讯息 后面是空的没写 我有教过你看过 99.999% 那个是假讯息 来对咯 来 我说 今天我们直接把我们的讯息 做这样子的公开 第一个 来 今天是10月22号 今天11点33分的时候 我说我们先恭喜 投资人 你要先记得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对各级会员的保证 对你们的交代 就是各级会员持股都是三档 第一个 因为我说现在市场上面 有人在乱搞一通什么 每天开讯息 又有什么VIP 又有什么总统清代 然后各级会员 都五档到十档 加起来四五十档 他可以很轻松的秀他 赚钱的讯息 这个是你要的吗 我相信这个其实你找老师 这个也不是你要的 全市场我敢保证 只有我们敢做这件事情 各级会员前面我们交代 是不是三档 三档没有问题 好来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给会员朋友 做一个三档的总整理 第一个 因为今天11点33分 先涨停的 不是聚机 先涨停的是3017的齐鸿 收一根涨停板 今天11点半的时候 他攻上涨停板 所以我们先恭喜的 是3017 攻涨停 这边先续报嘛 好我说我们目前手上三档 第二档呢 元泰 我不是神 我是老师 8069 我也不会每一档都涨停板 你说老师来 我们来看一下8069 今天的元泰怎么样 哎呦 今天只涨6.78% 还可以了 这档股票基本上 已经要来供波段的前高了 这是我们手上的第二档股票 第三档呢 对讯息 3527的聚机 11点33分的时候也有行情 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涨停板 第三档嘛 我说市场上面 没有人敢这样子秀讯息 都说他可能手上有各级会员 一级会员就有五到十档 加起来五六十档 每天一直叫 每天一直换股 昨天跟你讲车用墙 今天突然跳出来跟你讲 他有mini LED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的眼睛是雪亮的 应该知道 怎么样分辨好坏老师 三档跟你做验证 3527的聚机 好 我们直到什么时间点 才发出恭喜 今天10月22号 他是直到1.03分 恭喜3527的聚机 也涨停 除了齐鸿之外 我们的三档股票 今天的聚机是不是到了尾盘 也收涨停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 怎么样做一个个股的轮动 如果想跟着我们操作的投资人 广告休息时间 你可以开始做一个行动的动作 拿起电话 我们先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运达投顾核心抽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补倾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光辉十月 运达投顾最后一波大回馈 深等不加价 深等不加价 今晚难得不容错过 出货带线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投资人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看了VCR 少讲一个族群 因为第一个 昨天我的测标除了放了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 我相信看了我今天的节目应该知道了 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是哪一档股票 其实是3035的智原 现在的价值在算力 所以是智原 我相信投资朋友看完今天的节目 应该可以理解 那我的测标除了放了数位货币相关概念股之外 我是不是还放了一个低轨道卫星 因为叫做新产业 所以我称之为新电子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剩的时间不够多 只剩一分钟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看我10月5号内听的节目 低轨道卫星高价龙头股是不是6568的宏观 那也是大盘的一个关键点位 我在节目你可以调到24分来看 我是不是跟你事先做预告 这是影片的截图 我跟你说 当宏观来到262的时候 是你可以进场做布局的动作 因为我们有一套我们自己的操作工具 来到多空线的点位 来到振云代的买点 这个点位叫做262 6568的宏观 昨天我是不是这样子跟你讲 我们没时间放重播 262到328 昨天已经25% 6568的宏观 今天怎么样走 今天还是涨停板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市场上面 买到宏观这样的股票 因为它经历了一个良好的波段修正 为什么我会带会员去买3527的巨基 因为它经历了一个良好的波段修正 所以个股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 你必须面面都要拒到 所以投资人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通货膨胀数位货币会涨 算力代表这时代的价值 基本面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帮你搞定了 智原第二前面经历良好的波段修正 后面至少有25%过高的涨幅空间 智原第二投资人好好把握 周末了我们跟公司配合了一个 深等不加价的方案 投资朋友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祝投资人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